为了能在大学毕业后有份好工作 他总是被女教授呼之急来挥之急去 每天不仅过得提心吊胆 还经常吃不饱睡不好 就在他刚走到楼下时 和他擦肩而过的教授男友叫住了他 他立马慌了 幸好对方只是提醒他背包拉链没有拉好 并没有发现什么 男人随即慌慌张张离开了教授家 他叫英熙 尽管他考上了首尔最好的大学 但生活过得入不敷出 他只能依靠出众的外貌 在大城市里谋得一丝喘息的机会 女友租了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小屋 在教授没有安排工作时 英熙就住在女友那里 女友并不知道他与教授之间的隐情 而教授也并不在意他与其他人的恋情 当三人在学校里偶然相遇时 尴尬得似乎只有英熙自己 如果没有桥色的出现 英熙的大学生活本应是充实多彩的 那是一次街头的偶遇 一位双腿残疾的女孩不小心摔倒了 英熙恰好经过伸出援手 或许是出于对残疾人的同情心 她决定亲自将女孩送回家 由于电动轮椅出了故障 英熙不得不临时借了一辆手推车 然后她拉着女孩和轮椅 穿过繁忙的大街小巷 最终来到了一个偏僻的胡同里 女孩的奶奶早已在那里等候 为了感谢英熙的帮助 女孩为她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英熙却吃得油油郁郁 似乎因为觉得自己的欣慰 伤害了女孩的自尊心 英熙不再嫌弃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最初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偶遇 然而命运却再次将她们拉到了一起 女孩和她的奶奶相依为命 奶奶靠捡垃圾维持生计 这一幕正好被英熙看到 她不自觉地伸出援手 由此英熙蹭到了第二顿饭 虽然她们之间仍保持着沉默 却多了一份熟悉和亲近 她们都是在生活边缘挣扎的人 似乎也没有什么 能让她们提起兴趣的话题 英熙在刻余时间勤工俭学 中秋节那天 领导送给她两盒蔬菜大礼包 然而她没有厨房也不懂烹饪 决定将这些食材送给双腿残疾的女孩 尽管英熙的本意是好的 但女孩误解为是一种施舍 她无法心安理得地接受 因此她再次邀请英熙留下来吃饭 这是英熙第三次蹭饭 但这一次她选择积极帮忙 两人一起准备晚餐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间打开了画匣子 女孩名叫乔瑟 她曾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然而一场车祸夺去了父母的生命 也使她变成了残疾人 从此她与奶奶相依为命 过着勉强生存的生活 奶奶捡破乱为生 时常捡回一些空酒瓶和各种旧书籍 乔瑟熟知每本书的内容 而且通过文气味 她能准确辨别世界各地养酒瓶的年份和产地 用乔瑟的话来说 她也曾周游过世界各地 如果余生还有机会的话 她还想去一次苏格兰 英希对这个坚韧不拔的女孩 产生了难以名状的兴趣 没过多久她再次前来 这次的理由是 为了帮乔瑟修理坏掉的电动轮椅 可尽管她努力倒过了一阵子 仍未能将电动轮椅修好 英希有些尴尬 轮椅到最后也没能将其修好 乔瑟也果真没有留她吃饭 回去时她突然想到 乔瑟非常爱看奶奶给她捡回来的一本小说 可惜只有上集 她失落的心情 就像大家看到一姐妹的解说一样 为了找到小说的下集 英希跑遍了首尔的所有图书馆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愿 乔瑟如愿以偿地读到了期待已久的下集 黄昏的余光虽然是微弱的 但她心里感受到了一丝从未有过的温暖 那天 英希在乔瑟家蹭到了第四顿饭 在这之后 英希的空余时间有了新的安排 见到女教授也不再殷勤献媚 甚至会故意躲避对方 常常会跑去帮助奶奶搬运废品 也会带着乔瑟在林间散步 两人渐渐走进彼此的生活 也在不知不觉中 走进了对方的心里 英希开始对乔瑟念念不忘 她甚至在女友面前提起乔瑟 但只是描述她是一个身残之间的女孩 拥有远大的理想 女友并未觉察有何不妥 还在感叹残疾人生活非常不易 主动提议向社区申请免费翻新乔瑟的房屋 英希见女友有这般觉悟 心里甚是欣慰 不久后 她请来了社区工作人员对房屋进行翻新 并为乔瑟带来了新的书籍 闲聊时 英希问乔瑟 你最想去哪里旅游 乔瑟回答 当然是苏格兰 因为那里是威士忌的圣地 英希在手机里打开全景地图 带着乔瑟在苏格兰高地任意遨游 正当两人悠闲自得的时候 英希的女友突然造访 让女友很意外的是 她发现英希口中的残疾女孩 比自己想象中要漂亮许多 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危机感 而乔瑟也才知道 原来英希已经有女朋友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 她重新审视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等英希再次回来时 乔瑟紧闭着房门 并告诉她以后不用再来了 英希自知理亏 所以也没有再继续纠缠 分开之后的那段日子里 乔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虽然以前也一直是一个人 但从没有这样的感觉 英希也觉得日子变得更加漫长 漫长到她足以认清自己的内心 圣诞节这天 面对女友小心翼翼的试探 英希只能略带歉意地选择了沉默 这天 她遇到了社区工作的一位大姐 聊天中得知 乔瑟的奶奶不久前去世了 英希无法想象 没有了奶奶的照顾 乔瑟的生活会过成什么样子 胡思乱想的她在茫茫大雪中漫步 不知不觉来到了乔瑟家门前 她鼓起勇气敲响了大门 再次相遇 气氛有些尴尬 英希笨拙地说着一些关心话 有没有暗示吃饭 透风的窗户需不需要找人修理 院子里的积雪谁来打扫 可没想到 要强的乔瑟以为她是在怜悯自己 语气冰冷地下达了逐克令 她无法拖着这副残缺的身体 去爱别人 更无法去接受别人的爱 可英希不在乎 最起码目前不会在乎 她一步一回头 心中始终牵挂着乔瑟 终于 在无数次的恋恋不舍回首后 乔瑟出现了 她再也不愿孤单地在寒冷的黑夜中度过 再也不愿独自对着书本自言自语 在那一刻 她放下了心里所有的戒备 卑微地请求英希不要离开自己 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义 或许需要一定的勇气 但乔瑟更加勇敢的是 她已经看到了结局 却仍然坚定地选择了开始 爱情短暂而珍贵 他们明白只争朝夕 起码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英希是真正属于她的 为了更好地照顾乔瑟 英希搬来了自己所有的物品 当然她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又或许 在外面租房子都是个问题 两人同居后的生活 与其他情侣并无不同 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浪漫 英希渐渐学会了做饭 这也是她唯一可以帮到乔瑟的 而乔瑟最大的爱好依旧是看书 透过院墙的破洞 她恍惚间看到了一头老虎 洞口虽小 可院墙不高 潜在的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也不知英希是否听出了言外之意 她只是淡淡地说道 城市中并不会有老虎 到了周末 英希渐渐地不再推着乔瑟出去散步 两人能聊的话题也越来越少 突然有一天 乔瑟又说起了老虎 也许是察觉自己说错了话 英希赶紧纠正说 那就让老虎先吃了我吧 过了一段时间后 乔瑟递给英希一只燕运棒 她忐忑不安地接过查看 虽然只是有惊无险的一道钢 但英希突然意识到 自己差点就要永远地困在这里了 大学即将毕业 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无限可能 英希第一次有了想逃的念头 那天晚上 英希又带着乔瑟在全景地图里旅游 也许是太久没有出门的缘故 此时的乔瑟只想看看家门口的景象 结果在一条熟悉的巷子里 仿佛看到了奶奶的背影 也许 能至死都陪在她身边的 也只有最亲近的奶奶了 几天后 乔瑟提出想外出转转 她想去看看海底世界 看着被局限在水族箱里的鱼儿们 乔瑟感慨地说道 我们认为鱼儿被关在里面 可鱼儿会觉得我们才被关着 我原本认为只要有幸福在身边 即使被关着也不错 这水族箱里面 也一定有幸福的鱼儿吧 乔瑟的话点醒了还在装睡的英希 如果英希能一直陪伴着她 即使余生在那间破房子里度过 她也是满足的 然而乔瑟心知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精彩 英希的心已经插上了翅膀 她不想再耽误英希 更不想成为她的累赘 所以她间接地告诉英希 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了 我也能幸福地活下去 而支撑她的 仅仅是这段美好的回忆 五年后 英希带着乔瑟来到梦想中的苏格兰 因为她曾经说过 如果余生还有机会的话 我还想去一次苏格兰 苏格兰的美好旅途 只是乔瑟的幻想 她的身边并没有英希 而她自己也从未离开过那间小屋 她只是学会了使用全景地图 学会了如何消遣漫长的时光 也学会了坚强地活着